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了40万的大关 让美国公卫局长直接警告 肺炎疫情就如同美国的珍珠港和911时刻 目前纽约居家防疫令已经延长到了4月底 连美国有4艘的航空母舰都传出了群聚感染 让川普忍不住炮轰世卫组织 放话要中断对WHO的金援 引发了世卫秘书长谭德塞的回击 称美国是把病毒政治化 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台湾 在记者会当中大骂三分钟 说是收到了来自台湾的人身攻击和种族歧视 引发了极度的关注 另外一方面 首先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陆湖北省武汉 在封城76天之后 也在8号宣布解封 而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关心美国的疫情现况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美国疫情就像是失速列车 确诊的病例突破了40万例 成为第一大的疫情重灾区 当中疫情最严重的纽约 多处传出了即将用光重要的医疗物资 以及医院的太平间 不够用等等的问题 吃紧的状况 让出身纽约的美国总统川普 看得也相当的震撼 疫情失控 美国海军四遭航空母舰也中标 爆出了群聚感染 出现了船员确诊病例 川普就立刻宣布派一千的军力 协助抗议 同时也要求全国民众 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的相关措施 延长一个月到月底 等同是宣判4月12号 复活节复工的希望破灭了 美国公卫局长直接警告 疫情如同珍珠港和911时刻 只不过美国这次打的市场国内战役 截至10号全美确诊超过40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万元 成为全球第一大重灾区 当中疫情阵央的纽约市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患者被抗讯 全球的抗讯率升至12000 1700人被抗讯率升至1天 数据的死亡人数升至 这是坏事实的 44159 根据数据显示 美国有一半的确诊案例 来自纽约州 当中纽约人的发病率 是其他地区的5倍 纽约州长古莫直接用子弹列车 来形容病毒传播速度 他采取大刀阔斧行动 把居家防疫令延长到4月底 昔日车水马龙的街头 现在宛如空城 走进地铁 车厢乘客纷纷戴上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随着疫情日益严重 也考验着美国的医疗体系 防护衣 手套 口罩 连太平间也不够用 医院的急诊室里 什么都缺 纽约市长白思豪就曾表示 5月1号前 纽约市需要6万5千张病床 以及1万5千个呼吸器 但目前医疗装备已经快不够用 医护人员坦诚 现在好像在占居 今天是挺厉害的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死亡 很短的时间 我们已经预备了 但当这种情况下 很多次在一步 很难受到 我觉得感觉是很难 预备了这种程度的疾病 和疾病和死亡 很短的时间 我认为我们不太预备了 疫情全境扩散 全美境内50周 已有超过30周 颁布禁足令 专家警告 美国死亡人数 将上看20万人 身为大家长的 美国总统川普 显然大受打击 原先对疫情相当热观的川普 亲自描述 在电视上看到 医院遗体多到 根本无法处理的惨状 不过新冠肺炎 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现在更以确定 一些哺乳动物 也会被感染 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 一头马来亚虎 不只确诊 还出现干咳症状 初步判定 是被园内一名 无症状的饲养员 所传染 但其实为了 减换病毒传播 全美四分之三的人 都被下令待在家 也要求非必要 商家停业 不过为什么 美国疫情 还是这么严重 民主党初选后 选人拜登 直接痛批 美国防疫不力 由于疫情初期 美国法规 检测标准严格 加上政府应变不够快 部分感染病患 无法及时确诊 是一般民众 暴露于感染风险中 而导致疫情失控的 另一个原因 则和川普总统脱不了关系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川普不止一次 将新冠病毒和流感类比 试图淡化严重性 先前还建议 只有生病的人 才需要戴口罩 甚至狂推荐治疗 疗疾药物奎宁 声称可以抑制病毒 不仅可能误导民众 更使他们轻呼疫情 而随着许多证据都显示 感染新冠病毒 却无症状的患者 确实会传染给他人 白宫也一改态度 建议国人戴上口罩 疫情失控就连部署 亚太地区的美国海军 两艘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和雷根号 也先后被病毒攻陷 传出群聚感染 不过现在却爆出案外案 由于舰长克罗奇上校 在上个月底紧急拒函 请求救援 要求让舰上官兵下船检疫 却因此涉嫌泄漏 疫情爆发的备忘录 而遭到解职 引发外切哗然 不过现在传出 这名舰长也确诊 全球最知名的航母爆发疫情 这恐将对美国士气 和美军的战略能力 受到质疑 记者徐玉均综合报道 美国成为疫情的重灾区 总统川普7号指责 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疫情的反应慢半拍 让全球搞砸防疫 更扬言考虑要中断 对WHO的精元 结果WHO的秘书长谭德塞 8号在记者会当中 火大的回呛 要美国不要把疫情政治化 否则只会见到更多的失败 迄今败坏的谭德塞 同时还点名台湾 指称自己最近三个月来 受到了来自台湾的人身攻击 甚至还受到了死亡威胁 不过就在美国杠上WHO之际 国际医疗小组依旧是分秒必争 致力找出对抗病毒的解方 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 就成功研发出一种贴片型的疫苗 经初步的动物试验 确定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 希望在数个月之后 就能够投入临床试验 肺炎疫情持续狂烧 全球确诊飙破130万例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重灾区 总统川普7号先是推文 怒批侍卫搞砸防疫 出席白宫记者会 又把炮火对准侍卫 川普强调美国才是世卫最大金主 没想到世卫却提供错误讯息 扬言考虑中断 一年给世卫5800万美元的预算 而同一天共和党议员 也在众院提出决议案 要求美国暂停经援世界卫生组织 直到秘书长谭德塞下台为止 面对美国指控谭德塞火大反击 8号在记者会上威胁美方 若不想要有更多世代出现 就应该停止把疫情政治化 气急败坏的谭德塞 还把矛头指向台湾 情绪激动点名台湾 直指自己遭遇到死亡威胁 甚至最近三个月受到的人身攻击 都是来自台湾 面对国际批评处理疫情不当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大爆发 而这一骂就是整整三分钟 不知美国对世卫颇有为词 日本副首相马申太郎 上个月接受参议院质询也表示 有人说世卫组织应该改称为中国卫生组织 指出若是秘书长谭德塞 一开始就说疫情严重 世界各国或许就能更早做出应对措施 如今疫情蔓延全球 外界也关心新冠病毒是否会像SARS 或是季节性流感一样 在夏季突然消失 但外国多个研究团队最新发现都指出 新冠病毒温度适应力强 不管高温或是低温 恐怕都具备一定传染性 世界各地的医疗研究人员 日夜扎紧脚步和病毒赛跑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就成功研发出一支肺炎后选疫苗 透过指尖大小的贴片施打 经过初步动物试验能产生足够抗体 期盼数个月后就能够进行临床试验 澳洲还有研究指出 只要48小时抗击生虫药物 医维菌素就可杀死导致肺炎的新冠病毒 虽然目前不清楚 医维菌素是如何杀死病毒 但也在为疫苗研发带来一线曙光 苏格兰作家梅伊 2005年完成惊悚小说封锁 没想到全球大封锁的故事情节 15年过后尽在世界真实上演 超级病毒如今让地球上数亿人 经历不同程度的禁足令 繁华都市变成鬼城 随着疫情失控 这本小说也被翻出 网友直呼根本就是神预言 记者何云轩综合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大势底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提前落幕 左派进步派的健将 联邦参议员桑德斯8号宣布退选 他透过视讯感谢支持者的共同努力 也坦言通往胜利的路 已经几乎是不可能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better news but I think you know the truth and that is that we are now some 300 delegates behind Vice President Biden and the path toward victory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so while we are winning the ideological battle and while we are winning the support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and work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battle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will not be successful 民主党内一度有超过20个人 有意要较如总统大位 但是随着各州初选的结果揭晓 参选人一一的退出 这也让前副总统拜登几乎是毫无悬念的 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 代表民主党挑战现任总统川普 欧洲疫情持续重灾区之一的西班牙 确诊的病例突破了14万 成为全球确诊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西班牙总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再延长两周 至于意大利新增确诊数逐渐放缓 显示先前实施的限制措施已经开始奏效 不过疫情却在英国大爆发 日前确诊的首相强森 因为连日高烧不退一度转入加护病房 虽然说官方强调她的病情稳定 但是强森是否能够继续领导英国 已经是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英国上下人心惶惶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罕见的发表了全国演说 感谢民众配合禁足令 也不忘信心喊话 呼吁大家要共起时间 相信英国最终将会战胜疫情 不久前才现身家门口拍手力挺医护人员 如今在医师建议下 确诊新冠肺炎的英国首相强森 转入加护病房 美国总理领导博士卓森 已经到医院去医院 他一直以后试试疫症状 十天前试试症状 强森在上个月27号确诊后 持续高烧不退 让他的体力每况愈下 虽然他曾自拍影片报平安 也透过推特发文 强调会继续指挥防疫工作 但持续远距离办公的他 对一名病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消耗 而强森怀有身孕的未婚妻 先前出现疑似症状 但目前逐渐好转 现在只能在家祈祷未婚夫战胜病毒 强森上任还不到一年就被病毒击垮 面对病毒无差别攻击 英国上下恐慌加剧 由于英国没有正式的副首相 担心群人无首之际 外交大臣拉布临时站带部分局务 我相信他会把这个首席的组织 因为如果我知道这个首席的组织 他是一个战争 他会回到这个危险的组织 在短短的组织 拉布在记者会上强调强森是一名斗士 有信心他一定会康复 而根据最新消息 强森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善 拉布也借此提醒民众 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不容轻忽 而目前全英国确诊病例已超过6万 至少造成6000人死亡 继查尔斯王除后 现在连首相也难逃病魔袭击 已对英国民心稳定造成不少打击 面对疫情严少 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罕见发表演说 替英国人民加油打气 我希望在未来 所有人都能够 在这挑战的挑战 而那些人来跟我们 会说这世代的英国人 女王在为68年期间第五度发表特别演说 虽然没有提到太多防疫细节 不过女王特地引用二战时流行歌曲 后会有期的歌词抚慰明星 英国女王提到这次疫情必须实施保持社交距离政策 让许多人必须和至爱的人分别 让他联想到在二战时的经历 更表示英国将一同攜手渡过难关 也凸显出英国王室在紧要关头凝聚全民的魄力 但新冠肺炎在全球延烧 欧洲尤其严峻 重灾区之一的西班牙确诊病例成为全球第二多的国家 西班牙总理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再延长两周 而在法国确诊病例也不断飙高 面对暴增的死亡病患 当局决定把巴黎最大生鲜市场的部分空间改建成停时间 同时也强化封城措施 从8号开始早上10点到晚上7点 这段时间禁止户外活动 至于已经封城进入第五周的意大利 虽然疫情依旧严峻 但在积极防疫下 意大利单日新增死亡人数逐渐下滑 现实先前实施的限制措施已开始奏效 而德国最新数据也显示疫情趋缓 未来可能开放学校 其他国家奥地利丹麦瑞士更计划放宽封城 疫情有望见顶 各国政府开始思考退场机制 只期盼疫情早日落幕 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徐玉君综合报导 新冠肺炎肆虐之下 印尼已经成为受创最严重的亚洲新兴市场之一 首都雅加达进入了紧急状态 经济活动停摆 再加上摘解月将至超过万人将从雅加达返乡 印尼当局已经开始管制交通 限制人流 同时也要求民众外出必须戴口罩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其他亚洲国家 像是马来西亚东马两州政府 就禁止主办今年的摘解月的市集 泰国旅游胜地苏美岛也宣布封岛到月底 不过全球第一个因新冠肺炎封城的武汉 历经76天之后 在8号正式解除封城 但是现在有专家推估 当地至少还有一到两万名无症状的感染者 会不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 还是存在着变数 江汉关中楼响起终身 历经76天 全球第一个因新冠肺炎而封城的武汉 在8号凌晨正式解封 武汉的地标黄鹤楼照亮夜空 象征重新迎客 包括高速公路 铁路航运等交通运输 也解除管制 封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武汉900万人遭到隔离 民众都兴奋地准备恢复正常生活 一直都在看新闻 盼着这个早点时间早点到早点到 大概50多天嘛 想回到恩室嘛 看看家人嘛 但打开城门不等于打开家门 就怕疫情再度失控 湖北省发布公告 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出门不出差 出入公共场所也要戴口罩 但随着解封后民众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恐将成为疫情扩散的隐忧 无症状感染者主要包括两个人群 一个就是上次出来潜伏期的确诊者 那过几天以后他发病了 我们确诊了就收入院了 其中还有一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他从被确诊核酸阳性到解除隔离 都没有症状 这两种人群无论是潜伏期的 或者说就是没有症状的人 是有传染性的 这是肯定的 专家预估武汉无症状感染者 至少还有1到2万名 是否又会带来病毒传播风险 仍是一大考验 因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人在世界各地延烧 东南亚各国也遭殃 其中印尼就成为受创 最严重的亚洲新军市场之一 印尼全国已有32审出现确诊 其中已亚加达的病例最多 为了应对疫情 印尼总统佐科威 已经实施社交距离政策 虽然亚加达尚未封城 但进入紧急状态后 经济活动停摆 已对民众造成冲击 加上印尼有九成人口是穆斯林 从这个月的23号到5月底是伊斯兰的摘戒月 预计将有数万人返回印尼老家 大大提升疫情加速扩散的疑虑 而另一个因新冠病毒陷入危机的国家 则是印度 走在街上随处可见大多数的印度民众都已经戴上口罩 街头也挂满相关的防疫文宣 不过印度最大的金融中心孟买却爆出死亡病例 孟买高级社区旁的达拉维是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这名患者居住的街区已全面封锁 目前全印度超过5000人确诊 虽然当局早就发布21天全国封锁期 但现在传出这项禁令可能延长 公卫医生就警告 印度必须准备好面对大量病患的冲击 如果这几天没有继续 那么国际和我们的维护 会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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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堵疫情 许多亚洲国家相继继出防疫政策 像是马来西亚东美两州政府 就禁止主办今年的摘戒月市集 新加坡也关闭非必要场所 离法店也暂停染烫 只准离法 另外泰国旅游胜地苏美岛 也宣布封倒到月底 若想进入苏美岛的旅客 都要持有医生在72小时内 开出的健康证明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各国为了防堵疫情 无所不用其极 记者徐军综合报道 肺炎疫情也在日本扩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号就针对东京 大阪福岗等七都的府县 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 从7号开始生效 到5月6号为期一个月 虽然所发布的紧急事态 并非是全面型的封城 但是安倍还是呼吁民众 尽量不要到密闭的空间 人群密集 以及与人密切接触的 三个秘密的场所 那么安倍呢 同时也转发了台湾 蔡英文总统推特并且以中文表达感谢 要日本台湾一起加油 总是人挤人的涉骨十字路口 如今人潮少了大半 新冠肺炎冲击日本 确诊人数已经飙迫5000大关 死亡数也超过百例 这让日本政府不敢大意 在7号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考量到疫情全国性急速扩散 日本首次根据特别措施法 针对包含东京 神奈川 奇遇 千叶 大阪 兵库 福岗在内的7个都府县 发布紧急事态 还公布了一项 号称全球最大 规模高达108兆日元的 经济刺激方案 不过民众对此评价相当两极 根据日媒民调显示 对于安倍发布的这一项紧急事态宣言 有72%的日本民众给予肯定 但也有7成民众觉得宣言太慢发布 认为政府应该处理得更加迅速 对疫情的扩大感到不安 实际上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 并不如外界所想象 和欧美国家实施 具强制力的封锁措施大不相同 并无法做到封城 若违反相关命令也无法则 在紧急事态宣言公布的情况之下 超市和药局等贩售日常必需用品的店家 也还是能继续营业 民众也能上街采买 东京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标迫 累积感染者也已达到全日本之冠 在宣布紧急事态过后 逃离东京的hashtag开始在推特上发酵 成为如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不过就有专家担心 疫情恐怕会随着人潮扩散到乡村 可能会酿成更严重后果 就怕疫情延烧 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 决定继续延长闭源 暂定到五月中旬过后 再重新开园 眼看围棋九天的黄金周 连续假期就要到来 日本政府也不敢松懈 而在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过后 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以日文发文 表示台日将攜手克服困难 隔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在推特转发推文致谢 更写道我们一定可以打赢病毒的挑战 呼吁日本台湾一起加油 只是到目前为止 日本还有许多个案都无法追踪到感染源 年轻人确诊比例更是越来越多 也让专家担忧 接下来恐会出现新一波的蔓延高峰期 要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何英全综合报道 2019新型冠状病毒去年底开始爆发 短短三个多月已经变捷了全球 台湾全新致力于控制疫情 以及分配防疫物资 抗疫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日前台湾也宣布捐赠一千万片的口罩 协助全球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就亲自推文感谢台湾 在是艰难时刻真正的朋友 更是抗疫世界的典范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特别顾问 谷口之言教授 接受会眼看天下全球独家专访 也特别提到了台湾 防疫表现亮眼 原先有研究预测台湾的疫情 可能会是全球第二惨的 不过台湾用行动打破外界的不看好 成功的防疫故事也登上了多国媒体 在国际上发光 如果是发现的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话 它这个病毒的蛋白就会被这个抗体抓住 它就会产生了这个所谓的阳性的反应 原来的设计就希望它在10到15分钟 就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国委员一个多月前向疾管署提出申请 希望取得病毒来验证抗体是否有效 2号总算传来好消息 宣布成功以SARS抗体研发出 可以检测新冠肺炎的快筛试剂 最快10到15分钟以内 结果就能出炉 我们现在看来一个COVID-19的幸运故事 台湾已经在中国的外面 台湾防疫全球瞩目 日前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PBS 就已长达7分钟的影音报导 介绍台湾抗疫成功故事 由于两岸地缘关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一开始预测台湾疫情 可能是全球第二惨 但台湾用行动粉碎外界看衰 就连美国微软公司 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受访 也特别点名台湾 比尔盖茨5号接受美国福斯周日新闻专访 谈到疫情 表示台湾是对抗新冠肺炎的防疫榜样 全面检测做得相当好 台湾在这一次新冠病毒冲击当中 防疫成绩有目共睹 高龄78岁的美国美生天后 巴巴拉史翠山也在推特推文写道 台湾已成功挺过冠状病毒大流行 最严峻时刻 给予台湾高度肯定的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 特别顾问骨口之言教授 他接受《慧眼看天下》节目独家专访 也提到台湾防疫表现亮眼 而有印度公式支撑的电视台 更以长达18分钟的专题报导 介绍台湾防疫措施 台湾是一种国家 除了很近中国的主义中国 国家都能够阻止疫苗的阻止疫苗 并且显示了非常有效的 在处阻止疫苗的疫苗 印度LSTV在节目当中 视讯专访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理事长江冠宇 带印度大众认识台湾对抗肺炎疫情的系列措施 台湾防疫在国际发光 土耳其媒体也专闻胜赞 颇具影响力的土耳其传媒T24 5号以积极对抗新冠病毒的政府典范台湾为题 专闻介绍台湾防疫措施 以及对产业的相关补助方案 更称赞超前部署等作为非常值得各国参考借进 南韩大报朝鲜日报 4号更以两个男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守住台湾为题 大赞台湾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卫博士陈建仁 以及牙医师出身的卫福部长陈时中的带领之下 缴出漂亮的防疫成绩单 报导也在南韩引发热烈讨论 网友纷纷留言给予台湾高度评价 在全球一片混乱不安之际 台湾防堵疫情努力被全世界看见 也让台湾在国际持续发光 记者何英轩综合报道 好的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 但您来看到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升温 在没有药物以及疫苗的情况之下 病毒人传人的案例快速的扩散 因此各国的政府纷纷祭出了防疫的措施 除了封城锁国 另外也建议民众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而社交距离的英文就是social distancing 把字拆开来看 social就是社会社交的意思 而distancing这个单字是由distance距离演变出来的 动名词distancing指的就是距离 那么两个字合并起来的意思就是社交距离 世界各国现在为了要将病毒人传人的风险降到最低 强烈的呼吁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 像是英国就规定社交的距离需要维持两公尺 同时禁止两个人以上的集会 而新加坡则是限制人和人的距离不能够少于一公尺 违反者甚至还会开罚 而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除了提醒国人养成勤洗手 以及戴口罩的习惯之外 也建议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的距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 接下来带您一起来关心的是透视两岸